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今天的亞洲股市表現都一般般 大部分都是小跌 台股呢量非常的縮 今天的小跌量只有 這個中場只有768億 那這個量的部分 大概又創了大概 不曉得多久以來的一個 這個新的一個低點 因為我想也不意外 就是說因為明天要選舉 那這一次的選情 戰況非常的激烈 那全台灣由南部 刮起的寒流一路往北不刮 造成了執政黨他非常的緊張 所以呢六都能守住幾都 目前這個戰況非常的焦左 所以整個市場的關注都在這邊 所以我也講了好一陣子 我就說最近這個量它一定放不出來 所以前面幾天 大概就900多 1000出頭 那今天是選前最後一天 所以量收到剩下700多億 創了大概應該是今年以來的一個新地量 我想這都核心合理 核心合理 那下禮拜回來 成交量應該就會比較正常 但是所謂的比較正常 也只是回到大概可能就是到 1000億以上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但多不了多少 因為後面有一個更大條的是 11月30號1130的傳席會 那這個傳席會就是 它到底會怎麼談 目前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看今天最新的新聞是 川普似乎又釋放善意說 希望跟中國可以達成一個比較好的共識 所以我還是不改變我的看法 我認為這個傳席會既然兩個重要的領導人 願意面對面坐下來談 那你覺得會有兩個這麼愛面子的大國的領導人 坐下來結果最後是不和而善 互相不給對方面子嗎 那這種機率是不高 所以合理上來說做下來就是會互相作求給對方 讓雙方彼此都得到一些就是東西 可以回國去做一個交代 所以我才會說我認為這個傳席會 它應該是會往好的方向來去發展 所以貿易戰極有可能就是談完之後 應該就是會不容易再加碼或者再惡化 那甚至達成某種共識 那貿易戰可能減碼或者暫停 我認為這個機率是高 當然它不會很快的就說談完之後 OK貿易戰歸零 當然我認為這個並不容易 因為中美的這種大國的對抗 我認為這是長期的事情 但是互相讓步一下 然後讓貿易戰稍微這個規模縮減一下 我認為這集有機會 所以下禮拜是穿行會的前面一週 這勢必市場會觀望 所以這段時間大型股 大概你都很難有表現 所以會強勢的一定就是重要型股票 當然今天看什麼都不準 因為要選錢 所以大家都在拉混 所以這很正常 那12月份過後 外資要放假 所以你就看 歷年來外資在12月份的進出 那個都非常非常的簡單 所以預期就是說這個大盤 大概到12月底 1月初之前 大概這個量都是說的 所以即便是選完 成交量回到1000億以上 傳奇會結束之後可能會再多一點 但那個量也不會太大 會以內資為主 那內資會主要搞的會搞在哪裡 會搞在ODC 所以ODC的部分 前兩天都有300多億 那今天不太準 230 那下禮拜可能就會 比較熱鬧的ODC 又回到300多億 所以大概年底這段時間 就是說你會有一個做夢的題材 財報公佈 剛剛公佈完畢 會有一個財報的行情 然後今年的ODC跌了32% 跌了跟鬼一樣 跌了 真的是跌的有夠慘 跌了32% 我們就說光被動原件股 一堆股票 從高檔摔下來 剩下原本股價不到的三成 不到三成 所以真的都跌得非常的慘 所以跌升 他就醞釀反彈 年底 又是做夢題材 然後財報公佈 被挫殺的 更有條件更有理由 做一個反彈 所以如果說傳席會 他沒有說太過的 讓人意外的又惡化 那這一段的反彈行情 我認為就會非常精彩 所以大概選完是一個關卡 選舉是一個關卡 就明天嘛 大家就好好去投票吧 那下禮拜中小型股票 應該就會開始 那個火會先燒起來 傳席會結束之後 如果沒有惡化就是好消息 那那一把火將會越燒越旺 所以12月份 我認為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事實上就是說 已經有一些股票 其實他已經在暖身了 比如說 講好久的一七九的美式 禮拜五就是 表態的第一根 強勢表態 平盤的價格是56塊7嘛 當天收盤價格是62.3元 這次又是個表態 然後隔一天禮拜一 又漲了3.7% 而且我記得那天 大盤表現並不好 那那時候我就告訴你說 它是生技股成交量的第一名 那生技股之前的問題就是說 當大盤沒有量 ODC也沒有量的過程 生技股能分的量 又更小 所以它一直抗跌 但是它那把火一直燒不起來 就是 常常有這張股票力多漲下 這張股票力多再漲下 但整個那把火燒不起來 就是因為那個成交量不夠 所以需要有人把量先帶進來 所以美食 成交量一萬多張 成交量第一大 我跟你講說 這是非常關鍵 當一個股票 一個類股它要成為主流的時候 那一定是量會走在前面 沒有量 那不能叫主流 所以有人先把量帶出來 這就是一個重點 所以美食 這個成交量非常重要 禮拜二稍微整理 禮拜三 再拉出第二根漲停板 70.5元 再上新高 到昨天 早盤再漲9% 這真厲害 也就是說 短短的不到一個禮拜 幾乎拉了三根漲停板 三根就是三成 77元 再創新高 到今天早盤 77.8元 再創 波段的新高 不要忘了說 今天大盤 是跌了47點 當然 因為選舉 因為雅谷都跌 所以今天台股拉回 這個量縮拉回 只是很合理的 但是呢 美食今天是延續昨天前天的漲勢 是再創新高 仍然是生育股的最強勢的指標 成交量 今天還是一樣 13414張 417張 昨天甚至有2萬多張 結果這個量今天又過了 這個量今天又過了 這個量今天又過了這個高低 所以那個人氣不退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他就是生育股的一個強勢的人氣指標股 我想這個地位沒有改變 最強的指標 那從這一波上來 9天1 2 3 4 5 6 7 8 9 從55塊漲到77塊8 整整在這9天兩個禮拜時間漲了22塊8 就高達了41個百分點 所以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大概在年底這段時間 就是當中小型股票的那種年底的作賬行情 或者你說是做夢的題材 或者財報公佈之後的包覆性的反彈 那或者隔年過年前的紅包行情 都在這段時間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標股出現 可能漲3成5成1倍2倍3倍的過去 這段時間這種經驗都有 就像前幾年我記得操作的星下 大概也就在這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 表現都非常的突出 從年底到隔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從100出頭110漲到300 1 320 都是從這段時間開始 所以很多標股都是從這段時間開始 但是我說 大家這段時間其實 可能有人都有很大的受傷 那比較高手比較幸運的 可能你避開的 那這段時間就是一來你受傷的 是你要翻本的時候 那如果你避開了 這個就是你致富的時候 因為常常從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第二季 漲幾倍的標股都在這段時間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翻倍 要翻本要翻倍的最黃金的時間點 但是你說要把資金從100萬翻成200萬 300萬變600萬 500萬變1000萬 這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要懂用方法 就像我說的 你說一檔股票要去賺那一倍 那你有選股的問題 選對股票你要抱得住 因為今天一檔股票從50漲到100 這中間過程可能會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大概10個人 裡面有9個人 股票可以賺個10% 20% 就已經跑到不曉得哪邊去 即便是自己心裡都覺得說 他應該會漲一倍 但是好不容易賺得10幾20%了 怎麼可以不先賣一趟 那是一種人性的考驗 所以一個股票賺一倍並不容易 但我說現在是你有機會翻倍的時間 但你要怎麼做 你要用 鄭老師的超盤心法 在臉書股市檔案討論中裡面的網誌 你可以找到 開中民意的第一條 我就告訴你 三次三成獲利比一次賺一倍 要容易得多 就是說我們不要想說 什麼股票 一口氣就要賺一倍 那比較簡單 但是呢 如果可以一檔股票賺三成 三次就是一倍 它會比你一檔股票賺一倍 要簡單得多 因為你選股沒有那麼難 你也不用煎熬那麼長的時間 那你難度會大降 那但是一檔股票賺三成 這個一握的選擇功率 就真的沒有那麼難 比如說美食 這一波上來 所有股票 一堆股票都還漲不太動 但它已經從五十五塊漲到七十 七塊八 兩個禮拜就已經漲了四十一趴 那你扣頭扣尾兩成 也不過分 也不過分 所以呢 就這樣三成三成賺 到十二月 一月份 二月份 這三個月的時間 只要行情配合得好 大家要去賺個超過倍速獲利 我認為一年之中 這個時間點它就會最大 所以你真的要把握 那回到美食 其實戒毒你的藥 光美國市場規模就十億美金 而且公司表示說 如果搭配類鴉片的止痛藥 細節說真的 公司法說沒有說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有提到說 這個類鴉片藥的這個市場 如果搭配的再做一個販售的話 市場規模高達兩百四十億的美金 所以十億美金三百億 對一家小公司 它市場規模已經很大 更不要說兩百四十億美金 是七千多億台幣的市場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下來的藥明年也要上市 有八十億的美金的市場規模 折合台幣是兩千四百多億的一個市場 所以明年這一些藥陸續上 那營收跟獲利 真的要進入到一個 這個強力成長的階段 而且是陸續陸續 新的要不斷的跌上去 所以才會有法人說估計說 明年可能就是賺半個股份 五塊錢 後年期可能就是一個股份起跳 當然你看太遠一定有變數 但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些都已經ready好 所以後面的營業一定疊加上去 所以你要去回想就是說 當初耗鼎 為什麼可以從還在虧錢的狀態 從兩百多一路漲到七百多塊 就是因為大家對於他的新藥上市 未來的藥的一個爆發力 是有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期待 所以本夢比讓股價 時間長到七百多塊 但是美食呢 大概戒毒你的藥 可能這個月或者晚一點 可能下個月就會拿到美國的藥證 一旦藥證就即刻上市 它是真的要從本夢比 變成本益比 它實質進入一個實質的成長階段 所以股價在這邊做一個強烈的表態 我想這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會說貿易戰不曉得怎麼發展 那我預期會往好的方向做發展 但是它不會一下子就歸理 所以對於明年的電子藥的景氣力 它還是有受影響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 勢力上就是說 你還是要做一些資金的分配 你不能全壓電子股 生意股 剛性需求 不受景氣影響 不受貿易戰的影響 生病了 感冒了 該打的抑防針 該吃的藥 是免不了少不了的 除非你真的已經窮到 連這個錢都沒有 不然生意股它是不受影響的 所以在資產配置上 生意股它勢必是一定要放的 再來 財報公共部 所以呢 就是要認真做研究 很多賺錢機會都在財報裡面 所以我昨天我就說 我們有一檔財報標股 毛利率呢 一路跳 銀易率一路跳 EPS一路跳 股價是重挫67% 也就是說 跌到剩下當初高點的 剩下剛好三分之一 那 3跌到1 叫做跌到三分之一 假設原本股價是3 跌到剩1 就是跌到剩三分之一 那再從1 反彈到2 那這個 就是反彈可以1倍 所以 很多 挫殺的股票 當財報表現非常漂亮的時候呢 你要小心 這種股票很有可能在 默默的一兩個月之內 你會發現怎麼回頭一看 股價就已經反彈1倍了 很多賺錢機會都在這邊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講 這種財報標股 很有可能要標1倍上來 但是呢 一樣嘛 我們就是說 抓它一個中間的 一個三層的一個 波段的獲利 那一檔一檔來 一檔一檔來 那 三檔三層就是1倍 那今天這檔股票呢 大盤跌47點 3016有加金 尾盤 收在最高點43.75元 收漲6.44% 不但逆勢 而且收在今天的最高最高點 為什麼 就是用我說的嘛 因為財報會說話 毛利率第一季15.2 第二季17.7 第三季跳到20% 所以毛利率入往上 那最後回到超凡心法 第三條 毛利率向上的 股票是最標的 所以這個超凡心法其實 真的市場是20幾年以來的 市場的經驗的 精華 它是一個結晶 那把它放在 臉書的網誌裡面 給大家做參考 那你真的去 把它好好看一下 其實我認為對大家 長期的操作 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是一個操作經驗的累積 那 你去把它看熟對你一定會有幫助 好 那毛利率往上 所以股價強勢 銀益率87 8.7% 升到12.2% 升到14.3% 所以說一路往上 EBS從0.52 到第二季的0.42 0.25 到第二季的0.42 到第三季的0.57 一路往上 但是股價呢 確實從高檔 93塊跌到30塊錢 這就真的跌到 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這就很好玩 就是說因為國際的股災 所以ODC跌了30幾% 很多之前很強勢的股票 這一跌 真的打回到起漲點 真的不誇張 打回到起漲點 但這一波可以漲兩倍 是因為反映它的盈益率 毛利率獲利足跡成長 所以它股價漲是有的 有的道理 結果呢 但是股價呢 又在股災的過程 又打回到起漲點 又跌到剩下三分之一 但事實證明 引益率毛利率獲利 都是往上飆 而且明年這些公率半導體 包含金圓的部分 包含金圓廠的代工的部分 看起來都是缺貨 所以 就像我說的 從3跌到1 如果可以反彈到2 基本上就是1倍 所以再來 我認為會有越來越多這種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可能股價剩下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就不到的股票 但是呢 它們有 非常好的財報的表現 所以這種所謂的財報的標股 如果它又有 明年的獲利題材 訂單題材 缺貨題材等等 就是它有明年的做夢題材的話 這種股票 在這段時間 它就會特別會標 所以昨天買的 加金 今天 我想就已經 逆勢收最高了 我想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所以再來 陸陸續續還會有更多這種股票 一檔一檔來做佈局 所以加金之外 今天選舉 我們就沒有買新的股票 那禮拜一回來選完了 我們會再佈局更新的財報黑馬股 那這張股票呢 也是一樣 盈益率、毛利率、EPS 都是往上 所以再來 我認為這種股票要賺三成都不是問題 那最新的財報黑馬股 一樣 如果你想要跟著山老師做佈局 那如果說你錯過了今天的夾金 那最新的財報黑馬股 XXXX 來電就有 來電就有 那只要你打電話來 我將會有專人通知你 跟著我們進場 同步做買進 那如果說你的資金規模比較大的 鄭老師就親自通知你 親自通知你 最新財報標股XXXX 來電就有 會有專人通知 趕快把握機會 等會兒再聊 加股票 大家好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他很快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明天就要选举 大家记得要去投票之外 下礼拜选完之后干扰变少 成交量回升 中套新股票 我认为将会比这礼拜表现得更为强劲 那很多财报非常优秀 但是股价被错杀的股票 这种财报的黑马股在这边 年底段时间会有一个强力的回升行情 比如说左针的部分 我们大概7月份的时候是 带大家卖在150的最高点 后来一路腰斩到74块6 现在又是一次不错的买点 前面三季赚了6.58元 第四季又是周年庆 保养品美容品的出货 销售的旺季 所以这股价 再来是相当有看同 相当有看同 宝瑞呢 7月份也带大家出贷最高点160元 后来达到92块 现在开始做一个反弹 在这边又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买点 第三季就赚了8.54 第一到三季赚了12.88 10月份也说创历史的次高 第四季也是出货的旺季 今年算一算可以赚个大概100 这个15块钱 本亿比只有8倍 我想这个回升空间也相当大 在VHQ 获利从2.74 跳到3.33 跳到4.09 越来越高 第四季任列木星时代 营收跟获利 营收获利会比第三季来得更加厉害 所以股价从240 一路跌到81块 整整跌到剩3分之一 那现在看起来就说 今年要赚15块 本亿比也只有8倍 这个股价空间也非常地大 所以月到12月份 我认为这种财报 非常突出的挫杀的股票 在股价表现值会越来越强 其实这些股票其实 未来都有一个 波段一个波段赚三成的条件 那昨天我们说的财报黑马股 就是3016的加金 今天尾盘收最高 涨6.44 逆势收最高 然后利率往上 益率足迹往上 EPS足迹往上 股价重挫到剩下三分之一 未来 也是一党可以赚三成潜力的 这种财报的黑马股 那错过加薪的 今天我们没有动作 礼拜一会再进场买经营党 更新的叉叉叉叉叉 不要再错过这一次 中号型股票的反弹行情 全新的XXXX财报标股 来电就有 并且有专人通知 那周末记得去投票 那也记得打电话 祝大家稍稍顺利 年载再见 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